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款航班会成为未来高超声速武器和各种先进飞行器的动力源 而这款航班的原理虽然不是中方首个提出 却是中方最先研发成功 可以说已经走在了全球的前列 只要假以时运 就能在全球航班领域大放异彩 PRE发动机是一种循环航班 对于未来商业化运营非常重要 由于其采用循环发动 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 改善中方的航空 航圈方面的水平和实力 赚钱反倒是其次的 PRE发动机采用一体设计 将三种不同模式的航发 整合成为一个大型航发 这个三种模式分别为 窝扇 窝盆以及火箭冲压 能够将多种模式整合在一起 事实上 也就证明了中方这款航班的牛班 最先受益的将是航天 这是由于空间飞机起飞的时候 可以先使用PRE发动机的窝扇起飞方式 这样就能在起步阶段节省大量的燃料 同时也降低了飞行的费用 在进入加速阶段之后 才开始窝噴阶段 此时速度大幅提升 到了最后就再切换为火箭冲压 这样就能以最快的速度 赠胜前的方式 就可以执行被发射的任务 这样不仅提高安全性 而且可以重复使用 此外还有效降低 备用 此外 T2RE发动机 还可以安装在高超声速武器上 就在不久前俄方就试试了先锋导弹 这是一款飞行速度极快的 达到了27马赫的导弹 一小时内可以飞行三万多公里 这款导弹出现之后 美方就颤抖了 不敢再对俄方动手动脚 美方也承认现阶段美方没有任何方式和武器 可以抗衡这种先进的导弹 可见超声速武器在未来前进很大 已经晋升为战略武器 中方的T2RE发动机 一旦装备上中方的超声速武器 将会提升中方的这种武器的性能 关键是可以触发各种飞行模式 在不同的阶段 采用不同飞行方式 这对于中方的武器只有一定的被对称优势 因此 这款T2RE发动机对于中方的好处还是比较多了 值得渗入发觉 一旦成熟定心 就能为中方带来巨大的好处 这样的部分ман 你有发动机对于中方的下方的 与着瓶额继继继续 中方的内容 也是高的 蟶继继继继继续 往底藏 北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